对不对 因为假设又未给他新的资料 2022年的3月4月5月 其实你就是在观察这些的现象改变 然后做成简报 报告给主管听 你说对不对 回应我一下吧 你们有听懂吗 好 好了 那接下来我要请你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10项里面 你要先报告哪一项 因为部长只有一分钟 他只能听你讲一项 那这10项里面 你们觉得哪一项最重要 千万别告诉他细节 例如说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你身上还有没有钱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今天买菜花了多少 然后买衣服花了多少 你听得懂吗 我只问他说有还是没有 就不要听细节 好了 这10项你们觉得这10项你们觉得要写哪一项 好的 你都不写 为什么都是老师写 你只拍照 不可以这样子 好 记得你要交作业 你不交作业 今年不来我们阳明交通大学报名 我会 你几号 是真的 有机会真的来 来多面点说 我可以放大 我跟你讲 真的不要跟他讲细节 你听得懂吗 你可以跟你的老板讲细节 可是你的老板在报告给部长听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去报告细节的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 所以你会报告什么 反正一定就是前三组在讲事 听得懂吗 如果说你今天 你了解到这件事情 那就是 就是你在写简报的时候 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做这样子 做那么多图 你到底决定说 到底要放哪几张简报 然后 顺序 重不重要 很重要吗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最重要一定是第二点 就是2021年进口需求大增 听得懂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好 可是如果现在报告的人 是你 就是你报告给你的主管听 你就要讲说 这里面最重要是哪一项 你看 你看 你看我们是不是请10组来报告 对不对 然后分别就讲了好多好多个年发生的事情 以这边出现最多的一定是2021年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讲2021年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可是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2021年出现最多 我应该这么讲 请问一下 当你有很多很多项目的时候 你能不能在三秒之内就看到重点 其他略过 就是在你时间很有限的时候 你能不能在 比如说看到这整个 因为这个就没有重点可言了 对不对 因为全部都一致 可是 可是如果说来看这个地方 那它的重点一定是数字 因为最多的是文字 对不对 那如果出现了不一样的文字 那就是数字了 那一定是重点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举例来说 那个 现在 我们如果随便去抓一个 新闻好了 好了 你看 像这边 这边 好 这么多项 能不能在三秒之内立刻决定 一定是跟飞机有关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然后再决定 要不要继续往下看 飞机跟我们上课无关 好跳过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了 我到了11年前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否则以前我念书 我都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念 听得懂 好 那请问一下 你今天你要报告 这么多项里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决定的 一定是数字 哪一个数字出现最多 2021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2021年 这个时候有一项 这边 两项 三项 可以吗 所以变成你要报告的重点 就变成2021年 2016年到2021年 进口需求大增 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 它增加的比例达到最高 然后在这一年俄罗斯钢铁进口需求 显著的一个增加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拜托你们一定要听懂 因为以前我没有 以前我都是直接 第一组 派代表上来做练习 然后给他10分钟 现在就是我等于说 有点就是改变一个方式 我这样我就可以多交一点时间 可是你们觉得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经过这样的训练 是很重要的 可以理解吗 好